今天要講的這個題目是 清晰性的淋巴瘤的診斷與治療 今天當然我們的主題是 抗癌是無為無懼 我今天主要會講到的是 瀰漫性大B78淋巴瘤的這個治療 來做例子 以前我常在講這個健康講座的時候 我都跟病人講說 這個淋巴癌治療結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不用怕 但是我講了一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是有些病人治療不好的 我就沒有講 沒有講的原因是因為也沒有藥物可以治療 所以我就不談 所以以前也都是跟病人講 抗癌抗淋巴癌無為無懼 但是中間還是少了一塊東西的存在 現在這幾年發展了之後 我們開始可以講無為無懼 全面性的講無為無懼 我們先來看看 什麼叫做淋巴癌 這裡上面提到的淋巴瘤 淋巴癌 惡性淋巴癌 惡性淋巴瘤 這幾個名詞有沒有不一樣 事實上它都是一樣的 所以很多病人認為說 我得的是淋巴瘤沒有癌症 事實上淋巴瘤就等於淋巴癌 等於惡性淋巴瘤 它是同樣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淋巴瘤呢 通常我們很多病人 他身上得了癌症 也許脖子長了淋巴的腫塊 那我們去做了切片檢查 切片檢查出來之後發現裡面有癌細胞 但是這個癌細胞呢 它不是從淋巴結裡面的淋巴細胞出來的 那它是從哪裡出來呢 它是從別的地方的腫瘤 然後轉移到淋巴結的地方 那這樣的淋巴腫瘤 我們就不叫做淋巴癌 我們講的淋巴癌的意思呢 是指這個淋巴細胞呢 它是從淋巴裡面的淋巴組 淋巴組織裡面的細胞 長出來的癌病變 那我們才叫做淋巴瘤 所以呢 這個呢 常常會有一些病患呢 他會誤解 誤解說 他得了這個肺癌 那又有淋巴結跑出來 他又多了一個淋巴癌 所以他身上有兩個癌症 事實上呢 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講的淋巴瘤呢 是指淋巴細胞 自己長出來的這個二性腫瘤 那台灣呢 每年呢 大概有四千人 會得到這個 所謂的淋巴癌 那這個淋巴癌呢 發生的率呢 每十萬人呢 平均起來大概是十二本人左右 這個是指的是 這個 非和解金式淋巴癌 等一下後面會再提到 什麼叫做和解金式淋巴癌 什麼叫非和解金式淋巴癌 那這個非和解金式淋巴癌 他的比例呢 十萬人呢 就不到一人 那如果是 以發生的年齡的中位數來看的話 這個 非和解金式淋巴癌 他的 這個 發生的年紀呢 大概在六十五歲左右 所以呢 相對性來講呢 是偏高 但是呢 如果是和解金式淋巴癌的話 他的這個發生的年齡 大概就是 三十歲左右 所以都是屬於 比較年輕的一群病人 那他到底 他風險性如何 有多高呢 事實上呢 我們從這個台灣的 十大癌症死亡數來看的話 淋巴癌呢 占的比例呢 其實是相當地高 他占了第九位 那男性呢 大概一年的死亡呢 會有七百多位 那女性呢 大概會有五百多位 所以一年呢 加起來呢 大概會有一千三百多位的病人呢 會死於所謂的 非和解金式淋巴癌 那剛剛有提到了 這個每年新發的個案呢 大概四千人左右 所以呢 算起來大概差不多 在三分之一的病人呢 他可能呢 得了這個病之後 他可能會因為這個病而死亡 但是反過來講 那我們大概有七成的病人 是可以痊癒的病人 好 那到底我們的這個淋巴癌呢 會有什麼樣的症狀 然後呢 我們會去求診 那當然呢 會有六大症狀 那這六大症狀裡面呢 最常見的呢 都當然所謂的 有淋巴的總塊 所以呢 當你發現說 有六大症狀的時候 那剛剛 這個有提到的 有幾個症狀 譬如說 濃郁發燒 然後 皮膚癢 然後體重減輕 然後 有腫塊 然後 會咳嗽 或者是喘 然後 或者是呢 體重減輕 這些呢 都是淋巴癌的六大症狀 那這個一旦有症狀之後呢 我們會去求診 那醫生呢 要怎麼樣去給他做 這個診斷 那當然是從組織裡面 從中五塊裡面呢 去做 所謂的切片的檢查 那這切片檢查出來的結果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淋巴癌它不是一個疾病 它是非常非常多疾病 那我們現在呢 在世界衛生組織 在淋巴癌的這個分類裡面呢 我們淋巴癌的種類呢 一共有60幾種 將近70種 那在今年呢 會再做更新 看起來應該要接近80種 所以呢 淋巴癌事實上它不是一個疾病 它是一個 淋巴腫瘤的一個總稱 那它裡面呢 有相當相當多的不同的雅心 那在一旦診斷出來之後呢 我們當然還要去看抽血的檢查 那特別是抽這個我們所謂的LDH 乳酸去青酶 然後呢 我們需要做影像學的檢查 那這個影像學的檢查呢 包括電腦斷層 那很重要的是現在呢 越來越驚喜的是做所謂的正值掃描 那這個正值掃描 那在我們台灣的健保 對於淋巴癌的這個分歧呢 它是有幾乎的 所以這個對於我們現在 治療淋巴癌 分歧淋巴癌呢 我們呢 在這個有正值掃描的這個分歧底下呢 我們呢 進展的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把原本呢 認為它是第二期的 那可能呢 我們會 診斷為第三期 第四期 但是我們的治療呢 就會因此而不一樣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提高我們治療的成功的機率 所以呢 做了這些檢查之後呢 主要的目的呢 第一個 當然就是我們可以診斷 這個病人是淋巴癌呢 是屬於哪一類的淋巴癌 第二個呢 是它到底有多嚴重 那到底它是屬於第幾期 那這些呢 診斷出來之後呢 對於我們的治療呢 有相當大的這個幫忙 那我們需要這些診斷之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依據這些資料 然後呢 來給病人做很適當的治療 所以呢 淋巴癌的分類呢 大概會有 我剛剛提到的 大概就是呢 兩大類 一大類呢 就是所謂的核結晶是淋巴 那這核結晶呢 那這核結晶呢 這是兩百年前的診斷了 這是一個英國的病例科醫生 那他Thomas Hoskins 那他在兩百年前呢 發現有在病例組織切片裡面 有發現這個淋巴組織裡面 有特殊的細胞的表現 那發現這個是從淋巴裡面長出來的一種 惡性腫瘤 所以呢 就依他命名叫做 Totskin lymphoma 就是核結晶式淋巴癌 但是後來會發現 也是從淋巴結長出來的 但是呢 他的這個組織型態呢 他跟他原本看到的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一群的病人 叫做非核結晶式淋巴癌 那因為有很多病人呢 會搞不清楚 他會跟我講說 你跟我講說我是淋巴癌 那你又跟我講 我是非核結晶式淋巴癌 所以我到底是淋巴癌 還是不是淋巴癌 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這個非核結晶式淋巴癌呢 我們呢 還可以分為T細胞 還有V細胞 因為我們的 這個淋巴細胞 他的種類呢 大概就是 在身體正常的情況之下 他本來就有分為T細胞 自然殺手細胞 還有V細胞 但是這個V細胞呢 他的這個 佔的比例呢 大概佔了85%左右 所以呢 是比較高的比例呢 的淋巴癌呢 是屬於所有的V細胞的淋巴癌 那其他的呢 大概是屬於T細胞 還有自然殺手細胞淋巴癌 那在這個V細胞淋巴癌裡面呢 有一半的病人呢 是所謂的弥漫型大V細胞淋巴癌 所以呢 這是今天 我主要呢 以這個例子呢 這種病理型態的例子呢 為主 來跟大家說明說 如何來做治療 那這個非核結晶式淋巴癌的治療 其實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你要根據你的病理型態 你的分歧 然後還有你的所謂的位置 還有你的症狀等等 然後呢 還有看你的清洗度的狀況 那我們來做以上綜合的評估 所以呢 我們在悶診的常常看到的病人呢 就是 病床上看到的病人 100個淋巴癌的病人呢 他可能有100個不同的狀況 所以呢 不同的狀況呢 我們都要 依照病人不同的狀況 可以做適當的治療 那所謂的 這個癌症呢 早期診斷 早期治療 那這個呢 當然今天呢 就不在這裡追溯 那這個非核接近 第二性度的淋巴癌 那如果需要做治療的病人呢 我們通常會以化學治療 還有標白LO治療 兩者合併呢 一起使用來做治療 但是有少數的一些病人呢 他可能只需要做 這個放射性治療 就可以解決 那甚至於呢 少部分的病人 只需要做開刀 所以呢 在這裡可以看到 這裡呢都沒有所謂的手術治療的部分 那因為手術治療呢 對於淋巴癌的病人來講呢 他是 幾乎是不需要 那需要靠外科呢 他只是 我們希望他來輔助 做所謂的淋巴結的切片 這樣的治療 那如果是 中高二性度的 這個淋巴癌的治療 那我們以這個 這個弥漫性的 大V細發淋巴癌的治療 我們來當做這個例子 那這裡面呢 就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觀察等待的部分 那這個沒有觀察等待的部分 那這裡也沒有看到手術的部分 所以呢 我們的治療呢 大概原則上呢 是 一旦診斷是中高二性度的 這個弥漫大V細發淋巴癌 那我們的治療的策略呢 首先呢 就是化學治療 加上標白藥物的聯合治療 那如果說這樣的治療 你知道效果如果 很不錯 但是殘存的有一些疾病的存在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些輔助性的治療 那這個輔助性的治療 就是所謂的放射治療 那如果 一旦不幸它復發了之後 那我們呢 可以做所謂的 自體幹細胞移植 所以這個是造血幹細胞移植 那當然呢 後面呢 這兩年來呢 這兩三年來 有很大的進展的 就是所謂的細胞免疫療法 那這個造血幹細胞移植 我們分兩大類 那這個淋巴癌的部分呢 我們呢 原則上都是以 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為大宗 那這個治療的方式呢 就是 因為我們呢 病人一旦復發了之後 那我們需要用高強度的化學治療 那這個高強度的化學治療 下去之後 我們的骨髓呢 就不會造血 那不會造血呢 所以呢 我們會在這個 高強度的化學治療之前 我們先會把 病人的這個造血幹細胞 把它收集 然後把它冷凍起來 然後呢 一旦我們開始接受了 高強度的化學治療之後 病人的骨髓呢 就不會造血 那不會造血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們再把它原本冷凍下來的 這些造血幹細胞 再從靜脈裡面輸出進去 那讓它骨髓可以造血回來 那就是完成了這樣的一個 自體造血幹細胞移植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是液體幹細胞移植 在淋巴癌的部分呢 是比較少 那 但如果需要做的話呢 當然要找到適合的這個捐證者 那這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那最後呢 為什麼我們要講說 有細胞免疫療法 那什麼是細胞免疫療法 那這是 我們身體裡面呢 有癌細胞之後呢 它會產生一些抗原 那這個抗原呢 我們身體裡面的免疫細胞 它會去認知這些抗原 那認知這些抗原之後呢 它會去把它做攻擊 把它殺掉 但是呢 如果你的身體的免疫功能下降 或者是你的這個癌細胞 那它產生一些因子 然後抑制了這個我們身體的免疫功能 那這個癌細胞呢 就沒有辦法受到這個免疫系統的攻擊 然後滑解掉 那它就會大量的複製清洗我們的身體 所以呢 這時候呢 我們呢就需要 來加強 這我們身體的免疫功能 那這個免疫功能 那當然就是所謂的T細胞的免疫功能 也許呢就可以考慮 可以把這些癌細胞呢 給它殺掉 那我們來看看 這剛剛提到的這些弥漫性大B細胞080病人 其實大概有30%的病人 事實上它是治療效果是不好的 它是很頑固型的 屬於會復發的 那這一群的病人呢 有一半的病人呢 它是適合做 剛剛講到的 肢體造血幹細胞移植 但是呢 還是有一半的病人呢 它是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治療 那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治療 的情況之下呢 那這些病人 長期下來 大概有30%的這個病人呢 它的兩年的存活率只有剩下兩成 所以呢 這群的病人呢 是相當令我們困擾的事情 但是呢 還好現在有細胞免疫療法 這次的細胞免疫療法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使用了細胞免疫療法之後 剛剛提到的 這些三成的病人呢 經由細胞免疫療法之後呢 我們呢 大概有六成的病人 它可以得到完全緩解 就是在之前呢 我們看起來是藥食往下的病人 有六成的病人呢 它可以得到很好的這個治療效果 那追蹤了兩年之後呢 也發現這兩年之後呢 還是有六成的病人呢 它可以沒有疾病 那看起來是可以長期存活 所以呢 從這裡可以看到出來是 在之前呢 這一群的病人呢 大概如果是藥食往下的病人呢 它的存活的機會呢 大概是5% 那現在呢 存活的機會呢 大概是30% 所以呢 這個看起來呢 這樣的一個細胞免疫療法 對於我們來講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治療的選擇 所以最後呢 我的結論呢 就是我們面對呢 中高二性度的這個淋巴癌 那我們呢 就是要保持積極的樂觀 因為有70%的病人呢 他是可以痊癒的 但是呢 有30%的病人呢 他是屬於很頑固很難治的病人 那這些病人呢 大家不用擔心的是 因為我們現在 醫療科技與史俱進 所以呢 永保樂觀 我們就可以看見期望 而且這個希望呢 已經實現了 謝謝